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在昨天 拜登就簽署了一道行政命令 這道行政命令的部分內容 就推翻了特朗普總統時期所簽署的另一道行政命令 那裡被推翻的行政命令是說什麼 就是要阻止外國政府和企業 參與美國的電力系統 主要是針對跟中共有聯繫的實體 這道行政命令被推翻了以後 就有很多美國網民斥責拜登向中國跪低 至於第二宗消息 就是這隻拜登竟然間上任第二天 就已經是違反了他的競選承諾 在參選的時候 拜登就批評特朗普總統 說他抗疫不力 但是他上台第二天 竟然間就跟民眾說 說聯邦政府在未來幾個月的抗疫工作 都是無能為力 明顯就是欺騙選民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講拜登簽署的行政命令 其實這道行政命令 主體內容 我們在昨天節目當中都有提及過 就是要停止興建美加基石XL輸油管道 但是原來的魔鬼就在細節當中 根據保守派媒體 《國家脈搏》的報導 揭發了原來這道行政命令 還會變相容許大陸的企業 進入美國的電網系統 這件事就受到很多美國網民的狠批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拜登做出這一項舉措 其實就是理所當然的 為什麼呢 我都說了 他是要找數 他是很多人情債 不過這項人情債就不是他本人欠的 而是他的兒子亨特欠的 大家都知道亨特和很多外國的能源公司 都是有利益瓜葛的 比如說烏克蘭的 Burisma天然氣公司 又或者是中國的華信能源 在2017年的時候 亨特正正就是和中國華信能源的董事長葉簡明 是有多項生意上的來往 其中一樣 就是他和華信能源達成了一項協議 要投資美國的能源項目 在其後 亨特又被揭發 違反了特朗普總統時期的行政命令 和中國廣核集團進行交易 中廣核又是大陸的能源公司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拜登家族和大陸的能源企業 利益關係就是千絲萬縷 所以拜登一上台以後 就馬上推翻前朝的行政命令 變相是放生大陸的企業進入美國的電網 你說是不是理所當然 他要幫他的兒子找數 當然下公道說 現在拜登所簽的這套行政命令 只是要 暫緩 特朗普總統那套行政命令90天的時間 不過90天之後會不會再到廣場呢 那就要到時才知道 但是他既然能夠開出頭 沒理由不繼續下去 所以美國有很多網民 都非常憤怒 以及質疑 拜登為什麼要在 停建美加輸油管道的行政命令 放一些這樣的私貨 事實上就是陰濕 你就是想蒙混過關 讓別人沒有留意到這個細節 說回特朗普總統那套行政命令 他當初簽署的原意究竟是什麼 其實就是牽涉到國家安全和能源自主的範圍 這個沒有吹大 因為 作為一個國家的電網 尤其是美國這些超級大國 如果忽然之間被一些黑客 或者是一些不法分子 侵入了的話 其實就是會導致大規模的停電 如果是平時當然是無所謂 如果是有些國家 想對美國不利的時候 忽然之間你的電網又停電 那就會很濕 往事委內瑞拉曾經是試過的 就說他們的電網是被黑客入侵了 於是全國是要停電 差不多整個禮拜 那就搞到整個市面一片混亂 大家試想如果美國是有這樣的情況 當然是很嚴重 股市都交易不了 民眾的日常生活也會出問題 所以特朗普總統 他就要確保得到 美國的電網是不會落入 外國企業的手上 這個原意是好的 但是拜登一於就少理 其實拜登自己簽的行政命令 他就把範疇歸納為保護環境 所以我經常都說 環保本身是一件好事 但是當落入了一班左翼人士 一些左膠的手上 就會演變成為了一個偽議題 他根本上就不是搞環境保護 而是在搞政治 現在又中了 所以我知道有些人是很熱衷於環保 但是不要一聽到他說搞環保政策就雙眼發光 其實他根本上不是在搞環保的事情 而是在搞政治的議題 一定是要警醒才好 這些根本上就是環保騙局 然後就說說第二單消息 拜登在去年 敬逐美國總統的時候 他就曾經說過一句這樣的說話 在10月15日的時候說 他說 美國已經進入到第八個月的大流行階段 但是 特朗普 仍然是給不到一個計劃出來 使得這個病毒是得到有效控制的 但是我就會做得到 他說I do 這個就是10月15日 拜登所許下的競選諾言 去到昨天的時候 拜登說什麼呢 他就說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 我們是做不到任何的事情 來改變武肺大流行的情況 喂 你根本上是不是說一套做一套啊 你是欺騙了選民 你上台之前就說 你是能夠得到有效控制的 你是有了計劃的 你滿覆經論的 哇一上台第二天就馬上就已經變臉了 你是忘記了曾經許下這個競選承諾 老人痴呆 還是什麼態度 這些擺明就是欺騙選民的伎倆 最好笑香港有一幫那些左翼人士 什麼民主派人士 處處就為這個拜登保駕護航的 包括李柱銘 寫了一篇長文出來 讚到這個拜登天上有地下毛 叫你出來評價一下 是不是他這樣的狀態 這個李卓人又說到拜登很正 出來評價一下 黃耀明那些是不是要評價一下 這個拜登這樣做 是不是騙選民啊 這些 不出聲 扮盲的看不到 個個聰明上身 喂 你怎樣去面對那個事實 不是說他掌權你就要靠攏他 大佬 這些擺明是混蛋的 你怎樣支持得下 是不是 不要說什麼政治立場 純粹說個邏輯 說個道理 都說不通 是不是 好了 這隻拜登就自己串了 就說 接下來幾個月 其實他也是沒有了 他也是叫做無能為力 那選你上去做什麼 不如無為之好 沒有總統好 選你上去原來也沒有辦法 不僅如此 拜登一共叫了幾萬個國民警衛軍和美軍人員 去到華盛頓特區 保護他登基大典的順利完成 人就叫了去了 然後你又扔別人去停車場睡覺 慘無人道 我們今早就說了這件事 但是原來 現在至少就發現得到 有150人 在進行完這些工作之後 是感染了武肺 你拜登口口聲聲又簽署行政命令 又是要求從聯邦政府做起 大家要一起戴口罩 要保持這個社交距離 你叫那麼多軍人進去華盛頓特區 怎樣保持得到社交距離 大家一定就是會站得很近 而且你能看到現場的衛生環境是很惡劣 你任得那些軍人到處睡 就算你說在國會大樓裏面有遮掩頭也很可憐 你就是直地而睡 你叫那麼多人進去 就算站在那裏也保持不到社交距離 何況那些人都放在那裏攤屍 要休息 好了現在就搞到爆發 我相信百五人都是剛剛出事 你叫了人去差不多十天八天 遲早就會越爆越多 越爆越厲害 你根本上就是害了人 你還在那裏斥責特朗普總統說他 搞了八個月都搞不定 實際他怎麼搞不定 他已經盡力來搞 只不過他在處理武廢的時候 他就要力求平衡 他一方面就是要防疫抗疫 另一方面他也是要握緊經濟發展 你不能夠全盤停頓 大家有眼看民主黨執政的那些州 你現在出尖就搞到 那些武廢的個案最多是你 加州就已經是最多你民主黨執政 紐約州也是 但是特朗普總統 他的理念就是 不能夠一刀切地把所有經濟活動停頓 你一停頓的時候 你停一年半載 甚至乎是更長的時間 其他國家是會迎頭趕上的 是不是 你要平衡 而特朗普總統的事實上就是做到這個平衡 很多那些這樣的就業職位 自從去年那個年中開始到下半年 就恢復回來 失業率又急跌 是不是 領取失業救濟的人數又急跌 其實他有什麼做錯呢 原來拜登上台你自己就說 接下來的幾個月都是無能為力 那你就根本上是搞不定 是不是 那你搞不定的時候你就質疑別人搞不定 問題就是 人家的搞不定之中 他就搞得經濟上回去 你搞不定之中 你就搞得經濟繼續下行 那你就更加之壞 是不是 你什麼資格批評人 不知所謂到極 無費這件事 個個都拿手不成勢 任何一個國家都是 因為這件事是新的 大家都沒接觸過 又不知道他的威力有多強 又不知道很多情況 你沒有理由責怪那個總統 我覺得他就已經做到 即是中上 尤其是他搞活經濟 這件事是很厲害的 你給你拜登做好 你現在叫做 拿了個位回來了 我就看你怎麼搞 經濟 你只會是越搞越和 第一天都五萬人失業了 好了 跟著就說 那些國民警衛軍 被迫睡停車場的情況 拜登現在就急忙地補獲 他就打了電話給國民警衛局局長 哈根森 道歉 另外 他那隻老婆 Jill Biden 還親自地探望那些駐守 在國會大樓外邊的國民警衛軍 但是 你做這些事就有什麼作用呢 那個傷害都已經造成了 軍人現在就思念特朗普 多過是叫做撐你的 你看自己的位置坐不坐暖 好了 跟著 究竟這件事是由誰負責呢 現在就變成是互相推卸 沒有人肯認頭 因為搞出個大頭髮來 現在有四個州說要撤兵 不要搞到他的軍人 你這樣不人道對待 國會的警察就說 不是我們要求的 跟著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又說 不關我的事 不是我要求的 你總有一個人出來認頭 是不是 難道那幾千人自己走出去國會山莊外邊 自己走下去停車場睡覺 那麼笨實 當然有一個人去指令他們這樣做 那個人是誰 你根本上不斷卸責 唉 這些情況下 香港人都見識得多了 而且美國人受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